高宏安被起诉了 因为事前诈领助理费的这个案子 那刚刚请求看到就是 柯文哲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三点要开记者会说明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讨论到 因为今年是大选年 这是不是有政治追杀的成分 因为这个时间点上呢 确实有点巧妙 刚刚提到了 因为现在呢 被掀出来能源的案子 扯出了赖敬林之外 另外一方面高宏安今天呢 在第一时间就说 他觉得这个时间太巧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两周前才移送林之间 棒球场案 好 这个部分呢 我先请教汉婷 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很多梗图也出来了 包括比如说民进党绿营 现在磨刀霍霍说 高雄我们抢回来了 新竹我们也准备 大家想看前一阵子 我们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8000亿的前瞻 然后在前两天呢 我们在讨论是数百亿计的能源 然后现在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46万的高宏安 你就知道民进党 这所谓的道德是非标准 何其鬼怪 鬼意对 绿营一定做好几天 一定做好几天 就我们来讨论46万大奸大恶 然后8000亿的防疫预算 8000亿的前瞻 数百亿的光电能源 真的通通置之不理 这就是民进党所谓的是非善恶 那当然这个好我们先讲一下高宏安 然后我等一下再补一下 那个前面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因为呢 依照目前地检署所公开的新闻稿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是否有罪的最关键 就在到底有无所谓的诈领事实 也就是说助理明明没加班 但是呢去让他申报加班费 这个当然就是诈领 因为目前呢助理有没有上班都有上班 因为先前质疑他男朋友呢 没上班去领助理费这是诈领 后来证明那个男友有上班 有上班所以没问题 那可是这个所谓的福报加班费 因为在地检署的新闻稿里面 直接说他福报然后不时申报 可是目前公开的新闻稿没有证据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实体的证据证明说 这个助理是没上班 或没加班 然后让他应报加班费 没有这个证据 你比如说要有对话记录吧 对话记录助理讲说 我没加班可以拿加班费吗 或者是高宏安发讯息给他说 你虽然没加班 但也要去拿加班费 好歹要有一个这种对话记录 那才能够是证明他福报或不时 可是里面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是证据 里面是直接讲说高宏安不时申报 高宏安福报加班费 对没有证据啊 所以只要助理都讲说 我真的是都有上班 然后我真的是依照规定的 来去做请领的话 那实然上就很难定罪 那到底有没有这些相关的证据 因为可能只是新闻稿没付 不知道 因为可能在起诉书 或者是卷宗上面有 那如果有的话 就会成为是让高宏安这个判刑的 对检方来说有利的证据 所以这方面后续的司法攻防才是重要 就关键在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诈领的问题 那因为如果不是诈领 那这个助理领到之后 然后要回捐给老板啊 或者帮老板买任何东西啊 那个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情 那助理请老板吃饭 老板请助理吃饭 这都是很正常的 那实然上的这一个高宏安起诉的政治效应 第一个那当然是打击柯文哲嘛 尤其呢 最后能不能定罪都不重要 就是起诉的这段过程 就可以给高宏安扣一个帽子 给民众满扣个帽子 你看你们就贪污政党啊 你们就贪污市长啊 对吧 在高宏安你看他被起诉之后 那他这个新竹市长当的必然也是 难得有心有力 就必定在治理啊 或统率各个层面 基层公务员也都会不爽 也都会不服 或者呢会有一些抱怨或者是怠惰 你搞不好就要下台啦 那你搞不好就要被这个被清算啦 我还要这么力挺你吗 那他的这些局处可能也都会很担心啊 那要不要继续跟这个老板同一条船啊 等等的 那甚至呢接下来啊 比如说下半个会期 那新竹市议会也要开会啊 那新竹市议员就整天泡茶 告怀你是个贪污市长啊 然后就杯葛你的预算啊 很多事情都有的炒都有的玩 所以那新竹市可以玩啊 如果真的一旦判刑的话 那解职了 那新竹市民进党可以拿回来 再来呢也可以防止高宏安呢 继续去追查这些民进党的 相关的案子 去查林志堅的很多事情 那当然政治上就是对民众党 以及对柯文哲的最大打击 他说他刚送出新竹棒球场案 两周就出事了 后面还有一堆大秘宝 然后这样挖是不挖 所以一定要继续挖 好不好一定要继续挖 因为他的副市长 是以前检察官出身的嘛 所以这个还是要继续挖 因为你只有持续的追击 那才有办法迫使民进党的投降 那再来一个呢 就我认为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的 这个多少也要稍微出来帮忙 这个呼吁 或者也要出来帮忙讲话 因为民进党用政治的手段 用司法的手段来打击政敌 这是举世皆然的 因为现在的状况 跟可能十几二十年前不一样 在早年的时候 司法真的起诉某个人 大家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对 这八年下来大家看得很清清楚楚 司法已经成为民进党 打击政敌的重要工具了嘛 所以现在打击高宏安 那你说如果去做个民调 到底觉得高宏安有事的人多 还是觉得是政治追杀的人多 我相信可能会是后者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民进党用司法来打击人民 是不分任何政党 但只要是在野党他就攻击 所以我也认为呢 国民党的相关人士 或者是侯市长 也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要批判民进党 这个是非不分等等 都应该要出来帮忙说话 那再来呢 就是我要稍微回到前面的这个 所谓坑爹的事件 对吧 为什么大家现在焦点 会放在赖净林 就是因为赖净林 他自己讲重启核四个屁 所以呢才会爆出这一系列 他不讲话就没人注意到他 特别强调这个赖净林多厉害呢 他不仅是身兼20多家的这个董事长 他获得标案的能力更是一年 台浦威能源公司 2019年底成立 2021年的6月 赖净林就成为了负责人了 成为董事长 2021年的6月成为董事长 同年的8月台电公告一个标案 金额是10亿元 同年的10月 台浦威就打败了东元电机 大雅电线大同有限公司 士林电厂等老牌公司 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公司 都几十年了 然后台浦威就得标了 10亿 约10亿的这个金额 赖净林好厉害 你就当董事长 然后才4个月不到的时间 你就拿下了4亿的标案 你可不可以教一教 教教大家是怎么做的 教教大家怎么做的好不好 你到底是如何能够成为 这个获取标案之神 赖净林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赖净林说很多事情都2020年选前 就解释过 这是发生在2021年的事情 2022年还有对吧 2021年的7月 赖净林再度成为 恩赋资本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同年10月恩赋资本 跟永丰银行6家银行贷款 完成62亿的贷款 他在2021年的10月贷了62亿 好像早就知道有一个大工程要做 结果2022年的11月恩赋资本 我们讲的莱敬林是董事长 跟台浦威 莱敬林还是董事长 联手夺下经济部全台首建除能系统 结合太阳光电的设置标案 在台南市北门区全台最大 余电共生专区 这个他们公司都发新闻稿 说我们这个很了不起啊 股价飙涨啊 那这个东西到底要算多少钱呢 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单纯算钱 它是呢就是你可以发电 然后政府跟你买电 经济部所公告的 儲能系统结合太阳光电发电设备 中华民国111年度 竞标及容量分配结果 得标费率为每度新台币9.59元 一度电9.59元 核电一度电1.2到1.4 1.5 然后呢跟绿能业者 跟賴敬林的公司买电 一度电要9.59元 所以你说台电怎么能不亏呢 所以你说绿能业者 绿能业者怎么会不赚呢 所以说民进党怎么会不反核呢 这就是民进党这几年以来在干的事情啊 就经济部也好台电也好 给标案然后买电 给賴敬林为首的这些相关公司 然后这些公司呢在捐政治现金 给民进党的党部 以及民进党的立委以及议员 所以整个金钱输送关系如此明显 这不就是民进党的人士 在搬台湾纳税人的钱吗 本质上就是掏空 所以这才是我们现在要放大 要集体来讨论的事情 那还会继续再追 因为这只是賴敬林的公司哦 这只是賴敬林公司哦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什么 绿能公司啦 太阳能公司 风电公司 他们一样也都会得到标案 或者是跟台电卖电 然后捐钱给民进党 所以因为目前为止 就台电具体跟谁买电 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步要查的 查到之后就可以知道这些公司 到底还藏着哪一些的 貓貓鬼鬼 所以当然民进党会告诉你 啊这个几百亿都不重要了 那我们来看看高宏安的46万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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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